嗨,大家好,欢迎收看Movies公园,我是圆圆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部日本经典犯罪电影《做头饰》 这是一部北野武的唯美派飙雪江暴力武士片 一中一邪的盲人剑侠几具日本特色的场景 有点疯癫和玄幻的剧情 这就是一个狂发不羁的标准北野武的电影 暴力美学夹杂着冷幽默 侠胆豪情孕育在铁血柔情之中 总之看起来还是很给力的 做头饰是岛国民间传说中著名的盲人剑客 而这一次由北野武饰演的染着一头金发的做头饰 也是一个打遍天下无敌手的英雄形象 这一天做头饰以盲人按摩师的身份来到小镇上 他也凑巧认识了一位阿姨能让他住在家里 在这里做头饰有的时候帮他按按摩 有的时候也帮他砍砍柴 晚上还会去赌场玩几把 他光靠听声音就能知道开的是单还是双 可以说是逢赌必赢 在赌场他也认识了辛吉 而辛吉也凑巧就是那位阿姨的侄子 这个小镇是由三个帮派统治的 大家的生活也是苦不堪言 以前的保护费是每月上交 而现在变成了每天都上交 另一边一位浪人武士也带着妻子来到了镇上 他的妻子非常不愿意他再去做杀人的勾当 然而浪人武士为了帮他的妻子治病 一意孤行地加入银藏所在的帮派去当保镖 没多久他在银藏的指示下去除掉另一个帮派 一天晚上座头士来到小酒馆喝酒 店小二给他上酒的时候却发现 他的拐杖其实就是把刀 接着座头士也遇到了浪人武士 他们两个稍稍交锋了一下 也没有了下文 不久后由于座头士一直带着辛吉在赌场里赢钱 辛吉也拉着座头士去找歌姬爽一爽 在歌姬表演的时候 座头士突然赶到一位叫金奴的小姐有杀气 他的琴里其实藏着一把刀 然后他也凭着嗅觉发现一位红衣服的歌姬是个男人 这个时候姐姐金奴也说出了他们的故事 其实他们姐弟俩是出生于富裕的米商名人家族 然而十年前的某一个夜晚 他带着弟弟去看小白鼠的时候 居然有一帮强盗闯了进来 把家族的人杀光了 钱也抢走了 他们躲起来的时候也偷听到带队的头目叫袁之柱 幕后黑手叫做九之鸣波 并且他们家族的管家也是帮凶 躲过一劫的他们被一家人收留了 然而主人家对金奴表示厌恶 却对他的弟弟十分喜欢 后来金奴也发现 原来主人家强行把他的弟弟给掰弯了 接着他们也离开了这个地方 为了养活姐姐 弟弟居然主动开始接客 从此他们姐弟俩一边靠着做歌姬赚钱生活 一边打听仇家的线索 做头饰听完后决定帮他们报仇 到了晚上姐弟俩来到小酒馆 老板也帮忙介绍了生意 没想到这位客观表演还没看完就想强行开车 进路上前阻止的时候 发现其中一个人的身上有蛇形纹身 把他敲晕之后就带着弟弟逃跑了 另一边 做头饰带着星级赌钱的时候 听出了他们在出签 也开始大开杀戒 等到浪人武士来的时候 做头饰已经走了 跟各级姐弟会合后 星级打算帮做头饰化妆 然后去姑姑家BB风头 其实他们刚刚闹事的两个地方都是隐藏的地盘 阿姨跟他们说 九只鸣波可能是蛇的意思 而金奴刚刚看到的蛇形纹身 也很有可能就是代表九只鸣波的帮派 当然 银藏他们也有所察觉 盲人剑客和哥基的真实身份 决定一边打听做头饰的下落 一边让浪人剑客把另外一个帮派也除掉 从此 银藏的帮派就完全统治了这个小镇 星级看到别人剑术厉害 就想学剑术 看到人家化妆漂亮 也开始了学化妆 到了晚上 金奴姐弟再次来到了小酒馆 想让老板介绍他们给银藏表演 从而试探银藏是不是他们的仇家 然而老板一边给他们介绍生意 一边套出了做头饰的藏身之地 另一边 做头饰刚刚外出 银藏的人马上杀了过去 为了找出做头饰 直接把星级的房子烧了 即使做头饰知道房子被烧了也没有回头 与此同时 金奴姐弟表演的时候 银藏直接坦白说 他就是杀死名人家族的原支柱 其实叫他们来表演 仅仅是把名人后代赶进杀绝的圈套 这时候做头饰也出现了 他也再次打开杀戒 看到局势不对 银藏一边逃跑一边派人通知 狼人剑客 把人杀完后 也到了狼人剑客和做头饰的对决 狼人剑客觉得自己肯定回营 甚至在心里已经比拟出了对战场景 而实际上 做头饰的套路非常的深 与此同时 狼人剑客的妻子因为不想丈夫 为了自己再杀人而选择了自杀 把银藏杀掉之后 做头饰也休养了一阵子 这一天晚上 做头饰在去小酒馆的路上遇到了几个刺客 而酒馆老板突然出现 自称他就是九制民波 接着做头饰也告诉他 其实自己并不是一个瞎子 把老板杀掉后 做头饰也来到酒馆找店小二 做头饰说 从他摸见的那一刻起 就知道他才是真正的九制民波 而九制民波却说 他已经享受了这么多年的人生 死了也无怨无悔 做头饰觉得死太便宜他了 决定让他的余生都当瞎子 到了最后 做头饰在回去的路上被石头绊倒了 他说就算我睁戴眼睛 我也什么都看不到 最后的最后 镇上的人因为久违的和平而开始跳舞庆祝 全篇结束 到最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